台北松山一間警察派出所 上個月被黑幫闖入打爛電腦 事後不單止沒有人被捕 而啟閉路電視的畫面 還被派出所所長下令刪除 民眾質疑是警黑勾結 張偉聰報道 上個月16日凌晨2時多 這個姓楊的警局教官 懷疑喝酒之後 和一些黑衣民眾起爭執 因為用粗口辱罵他人被追打 跑回去所屬的松山分局 中輪派出所 黑衣人士在警員的喝釋之下 本來想就這樣算數 但因為這個教官的一個不雅手勢 這班黑衣人士衝入派出所 打爛電腦 準備和在場的警員打過 面對十多人衝入來 派出所只有四個警員 人數上處於下風 就在這個時候 派出所副所長趕到回來 一瞬間就將其中一個支持者制服 雙手固著他的頭 將他帶在一邊 一個白衣人上前求情 雙手合十拜託放人 另一個穿黑衣人也上前求情 副所長就順勢放走疑犯 驅逐他們離開警署 這段衝突畫面 原本已經被派出所所長下領刪除 以免這些有損派出所形象的內容 被公諸於世 但是事件最終還是曝光 而且畫面也是經營徵隊 經過數據還原而重見天日 事件令當地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度大減 民眾質疑若非警黑勾結 就為警察內部紀律鬆懈毫無張法 而令民眾更加憤怒的是 副所長所放走疑犯 本來已經處置不當 而且他用託詞推檔 說沒見到有人打爛電腦 檢方已縱犯人犯 滅證罪 將政府所長兩人 移送到台北地檢署進行調查 有線電視記者 張慧聰報道